你今天心情好吗 好 你要做什么动作 我要再去你示范 示范实地啊 这么吧 来 预备 go 昨天放学之后 我们在室外训练嘛 夜色尝试 印第难度系数也大挺多 挑战这个人的经理状态 之前都是在堂地嘛 有那个电子铁宝库 720度他去年就突破了 但是下时就真的 需要特别长的一个时间 去做充分的准备 从突破到现在稳定 需要时间去磨练嘛 从弹板断在场地 再到草地 然后再到这个硬地 这个循环渐进过程 对身体的革新力量需要加持 最困难的就是 突破这个心理章来 成功可能当时心里面 很有成就感嘛 自好感 其实他有更大的目标 所以他就觉得很平淡而已 我的感受就非常欣慰呀 他刚满8岁 性格方面就吃过来了 心态比较好 因为他表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看那种 武侠的动作片 然后入五岁的时候 去学了武术 去年一月份 来我这边学习的 已经基础开 到现在一年不到吧 算了续续的 不需要每天练 毕竟孩子在上学嘛 每天练习的话 可能进步会更快一些 他不只念特技这个运动了 也在练博基和武术 他都拿过冠军了 周一周二上博基 给他晚上跟着我学 像我们特技华本来 就是说去年 要参加全国比赛 但是因为以前没有去 不然他也拿过冠军